有可能带来高潮 可以变大又可以变小的 神马东西 因为就是一个需要考验想象力的游戏 所以要找几个脑袋公共的同事一起玩 游戏为了非常简单 从打牌叠加Buff来描述物品 叠加的Buff越多 越容易被质疑 被质疑者需要说出该物 说不出来 就需要收作所有收牌 说得出来 则质疑者收作收牌 回合结束 牌最少的人就赢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最新一学一起玩 我是猛男 我是阿烟 对我是一代木小玩 可以完全被塞进一个啤酒瓶而不被质疑坏 可以变大又可以变小的 可以变大又可以变小的 能吸水的 可以变形状也不会影响使用 拆散后不能复原的 我想到了一个东西 它一下子被这个条件给限制 一下子被那个条件给限制 烦都烦死了 越大越受欢迎 或者价值越高的 我觉得你们都在唬我 真的假的 长长长的 可以放进口里 但是不应该吞下去的 在许多家庭见过的 而且不止一个 还好过头 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 我等着开你了 我跟你讲 我是万能牌 有名啊 我真的知道是什么了 可以用来吐血的 怎么了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我真的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了 我觉得我想出来 答案是可以合理解释 这个限定条件 我不知道我不是艺术生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用这个东西画画 方形或长方形去做 这有点滑水 它这种混水摸浴的牌好多哦 对啊 一般以四个接触点立在地上的 我开你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能够四个接触点立在地上 同时还可以变大又变小 它四个接触点哦 不是面哦 接触面跟接触点是不一样的哦 书非你是有四个接触面 是哦 你说一下你的预想答案是什么 我本来在这个之前想的是海绵蛋 就那个海绵 化妆的海绵蛋 但它怎么用来凸写呢 它换脸啊 哦 对对对 换脸啊 可恶 我能徒手破坏的 你能徒手破坏的 东西 你能徒手破坏的东西有点有限 医院里可以用到的 我要把这个限定词给发出去 不然反面这个答案我怎么打都打不出去 有可能带来高潮的 我怎么知道 是与伸缩会有残充的 哦 使用后有减肥效果 啊 你能徒手弄坏的时候 它能有减肥效果 我开你 什么东西 我不相信它能有减肥效果 你说 我先别语的 哈哈哈 你信不信我能徒手破坏什么 弹力带之类的东西 那你弹力带为什么是医院可以用到的 就是做医美的地方 哦 就是那种医美医院 对啊 据我了解 那种绷带 不是一般人能够撕坏的 如果你徒手能够弄坏的话 那你确实也蛮厉害的 游戏已经结束了 突然被破坏或者消失的话 就一定会上新闻的 运动速度大于无愧 在中国比在外国常见的 看上去很小 但是杀伤力很大的 长期放着不用 但是预备剪辑情况使用呢 我开啊 核武器 核武器会很小嘛 你知道那个小男孩导弹吗 他就只有这么一点 然后呢他灭了X国 正中 啊 对不起我记错了是吗 我们 我本来要说国家总理 但是呢 这个开上去很差 他什么眼力很大 没有办法吧 然后我们把手上的牌 就算自己输的 然后数一下我们手头上 除了万能牌之外 也有多少张牌 7张 3张 就不给大家展现我的数学技巧了 那作为我们牌最少的这位玩家 你有什么小话想被观众说吗 有了多读书 多好书 好读书 哇 我觉得这是我们节目 有史以来请的最有文化的一位